今天想讲一下我为什么想在YouTube上面开视频 因为本身很喜欢旅行也喜欢摄影和拍照 开始是觉得现在Vlog因为非常的流行所以就想试一下 但是因为我没有拍电影或者是在影视方面太多的基础 我以前还是一个迷妹的时候 那个时候经常会在论坛上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关于影视题材的那些论坛 我会喜欢在那些自己喜欢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论坛上面 自己剪接一下关于电视剧或者电影的视频 接触视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但是因为后来工作和学习很繁忙 就没有再继续钻研下去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剪辑的基础 具体的学术派的理论我是不懂 但是我知道配合音乐然后将镜头剪辑起来 就是那种感觉是有摸索出一点小的心得吧 后来就没有再接触了 那今年为什么突然会想起来在YouTube上面开一个专属视频呢 其实我的YouTube上面 我在去年年底之前 我决定要开始拍Vlog的时候 我发现我YouTube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开了一个账户 但是之前完全都没有用过 我只上传了两个视频是关于我家荷兰猪的 还有一个是我当时还作为迷妹的时候 上传了一个关于Hellboy就是地狱男爵做的一个粉丝做的视频 就上传了 没想到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看了一下 我居然就第一次注意什么都没有写 就是标签什么都没有写 居然收获了一些浏览量 我就说这些人是怎么的 我当时就很好奇 因为我当时完全没有在其他任何的网站或者是社交媒体上面发布 所以我就在想他们是如何能够看到我做的这些视频 关于做一个自己的视频还是第一次 所以没有什么经验 就是自己在去剪辑或者采集素材的时候 尤其是在旅行中 我就发现是一个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是一个很繁琐的事 因为就完全不知道要剪辑什么镜头 就一通乱剪吧 就一通乱拍 就有什么拍什么 也不知道什么A row B row这样子 他决定是在YouTube上面开设自己的频道 是因为我接触了关于极简这个主题 并不是说我开始才对极简感兴趣 而是我觉得极简是一个很好的主题 让我终于找到我可以以后会想在YouTube上面或者是建立自己一个频道之后给自己的定位 大致是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旅行以及极简生活 我并不算是一个严格的终极的极简主义者 只是现在还是在修行的过程 所以我也很想把这种自己的经验能够通过媒体的自媒体的这种渠道 然后跟更多的人来分享吧 因为我觉得在YouTube上面 现在最多大概 我觉得流量量以及做的人数最多的应该是关于美妆和穿搭 就是这方面题材的吧 就是对女生来说 如果不是技术或者是专业部分的话 我就是自己毫无看到的美妆和专家的博主 他们的视频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觉得很棒 但是就是我觉得自己做不来那方面 因为今天好不容易画了一个窗 等到我画完的时候天也黑了 我就说那我不能 我不可以在我的院子里在外面谈了 就只能用这种红暗的贫瘠的光线 然后就在屋子里面做 所以对我来说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让我 就觉得是一个很繁琐的事情 所以我之前做了两支 我也不管那么多了 就只是素颜出镜 就是那么的无味 因为我其实自己的初衷就是做一些视频来 首先是来取悦自己 因为现在上班的时候压力很大 然后很繁忙 上个上个礼拜的话 我一直在加班 一个一个礼拜五天 就是每天就是十三十四个小时那样子 就是而且是凭就是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精力非常集中的 所以很累 回到家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 就只是摊在沙发上 就是看一下广告或者是电影就片段就完全能睡着 所以我觉得就是给自己的一个解压的方式 我很喜欢画画 也很喜欢摄影 但是有的时候 你在体力不够充沛的时候 那你其实真的没有 连去支持你去做你自己爱好的动力都没有了 但是我发现做Vlog的话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累的时候 哪怕我停下来的时候 我也去其实是可以去构思 诶我那下一个视频我要谈什么 所以我觉得 其实是给了我一个 我不用动手 然后也可以发挥或者拓展自己爱好的一个机会 另外我觉得做Vlog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锻炼 提高自己演讲与口才的这样一个机会 就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吧 另外也看了几个关于这种自媒体的平台 国内的也看了 包括抖音啊快手这些 但是国内的自媒体频道的话 让我有一点我就感觉 我觉得其实不太适合就是你没有观众基础的初级的媒体做自媒体人 因为你在我觉得就打一个比方 我在 其实我有一个视频就是关于我旅行的视频 我发了几个同时发了有几个自媒体的平台 我同时发了有几个媒体的平台 其中就是快手抖音无影我没有注册 所以其中快手就基本上它的浏览量看似很多 但是就是回复数以及点赞数就几乎完全没有 所以我就看了大概一下就是好像呃就是在快手的那个页面上就有很多 我让我觉得很很好奇的是就是很出现很多就是完全类似的视频 就是一个一个主播吧 他说一段话 然后就是其他的主播也会说一样的话 或者是这个主播跳一段舞人其他的就是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独创性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网络上来发声 或者是来说出自己的呃来表现展现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展现自己的呃想法的时候 你你应该是独特的而不是随从 如果我是要看就是像大批量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如果是一样内容的东西 我看一个就够了呀 而且他对呃就是你没有军呃 除非是你在你必须要在一个点上 呃就是你必须要定时 然后要播放你自己的东西 然后他对而且他对呃主播的上传视频的频率要求非常高 看到好多主播都是说我每天几点钟几点钟 就会在呃这个主播室出现 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什么的呃 呃我觉得就是呃是不是呃为了追求呃浏览量或者是点赞数就一定要给自己的要求有那么高呢 呃因为我本身还有2time的job 所以我不可能说每天或者是每个礼拜 然后都要在哪一个时间特别固定的做类似的内容 呃所以我就觉得那种压力感并不是让我很喜欢的 呃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考虑YouTube呢 是因为首先呃我在想可能YouTube如果是用国语来做的话 那么首先你面对的观众应该是呃大部分是海外的华人 所以海外华人现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但是有全世界的人在YouTube上面分享自己的内容 说着不同语言以及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YouTube上面的主播数量应该也是非常的惊人 呃我就不知道呃就需不需要说给自己有定一下这样一个目标或者是压力 然后让我感觉自己啊我一定要在这样子一个平台上来分一杯羹那样子 经过一些比较之后呢我觉得YouTube其实还是非常的友善的 即使对一些新人主播来说 只要你有足够好的内容或者是你的想法足够新颖 呃所以我觉得极简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因为我看到的是在YouTube上面 讨论最多的话题大概应该是美妆穿搭呃 呃男生的话我不知道可能是户外活动或者是呃就是娱乐方面的 就是娱乐方面是比较多了 但是那个娱乐的话题的话很多都是呃专门的电视台呃 呃或者是专门的组织这样子他们有一个专业的团体来制作的 但是自媒体的话我觉得呃好像呃运动啊化妆啊穿搭这些是基本上呃 呃个人来说的话是做的最多的 在这样茫茫的海洋里面 自己能够找出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主题呃来进行下去的话 那起码你自己心里是比较开心的 所以我就想到了极简呃讨论这个话题 因为这种是跟我平时生活息息相关的呃每天 现在到了周末的话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整理呃整理收纳 然后清除掉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到了晚上再做分享一点视频分享自己的心得 所以这是一个我自己很非常我快乐很感觉很快乐很享受的过程 而且现在油管的观众量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攀升 所以如果有新手想在YouTube上面做主播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呃非常好的平台 因为呃YouTube它的入门的门槛还是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当的低的 我觉得YouTube它的入门的门槛还是相当的低的 呃而且对自己来说的话 环境是一个很非常宽容的环境 你没有如果你不是以它为作为工作主要工作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压力竞争非常大的一个环境 嗯并且与其是和以前只是用YouTube来吸收来学习知识 这次我我想用它也作为一个自己分享的渠道 因为毕竟现在做YouTube的总人数来说还是少数 啊大部分人就像我以前就是只是上YouTube 我下载了我下载了YouTube的APP 然后也买的买的它的是那个每个月的会员 可是我用它只是真的只是用来看视频 啊用来放松 就是没有其他的没有想过自己也要做这个东西 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内容 所以作为新人主播的话 像YouTube你提升的机会还是非常的大的 我觉得相比起来我觉得还是 嗯质量上以及在浏览率浏览量上和 以及以及与观众的这个互动性上 我觉得YouTube还是非常的优秀 所以最终我嗯我选择在YouTube开一个视频 质量嘛反正是现在是还在进阶过程当中 啊我脑脑海中构架的这个质量跟拍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想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去慢慢的晋升 啊这样子也是一个给自己的目标 好了今天就到到这么多 SO 好